荒野地常见野草 毒蛇克星植物 植物别称舌头丸 传草也是比较有用的野生草药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与毒蛇有关的植物 加醋物食中毒 农民把它当作毒草的除掉 这些植物它有着很不错的价值 很多人遇见还不认识 今天要认识的植物 从它生长环境 我们容易找到 在跨越林园林下 贯从山坡草地及路边 这植物它学名叫一枝黄花 从植株开的细小黄色花朵 我们就知道它是菊科 它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枝黄花 金直立高可达100厘米左右 金通常千细 上部分有分支 花朵黄色因此而得名 金叶通常椭圆形 长椭圆形 软形或宽披针形 金通常红褐色 叶质地较厚 叶子两面有毛 或叶下面无毛 头状花絮比较细小 多数在金上部分排列成 种状花絮或撒房软椎花絮 一枝黄花野生自然 主要分布在南方多省 植物的别称特别多 主要有蛇头丸 见雪飞 一枝香 黄花草等等称呼 一枝黄花主要价值 当作野生草药 传草带根 又叫见雪飞 它是很不错的毒蛇克星 蛇药植物 一枝黄花 有不神把它当作毒草 传草含有皂肝 加出物食中毒 引起麻痹或运动障碍 预见就会把它除掉 想了解 一枝黄花更多用途与价值 可在专业科目方面 多进行了解 懂它人评论区 也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 更多农村生活视频